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10月2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上一節 跟大家繼續討論歐洲 核危機 其實我應該 跟Tony做一節聯合廣播 不過不要緊 因為我們在錄這一節之前 也坐下詳細討論歐洲的情況 我們認為 歐洲的核子危機 的而且確 是迫在眼前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第一 俄羅斯急著 將這四個烏克蘭的地方吞併 最根本原因 其中之一 就是在於 普京 想趁機會 和談 換句話說 他一早 放棄了 全面吞併烏克蘭 野心 而事實上 俄羅斯的軍隊 根本沒有這個能力 去吞併 現在這個 徹底武裝化 有北約武器的烏克蘭 所以 普京 就由 公投開始 說要吞併這四個 就是地方 然後 普京的口風 其實有所改變 我們這一節再嘗試和大家 探討這件事 我相信這件事 對全世界都很大影響 就算你不是身在歐洲 歐洲的核子危機 絕對是會直接 影響全世界 謝謝 這節再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大家繼續 多點運用免費模式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發 希望大家真的幫忙參與 這節要說的就是烏克蘭 已經 說時遲 那時快 已經修復了利曼 利曼這個地方 如果你看回 那個就是地圖的位置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樓樓 修復了利曼 就是 很簡單 劍指著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勞金斯克 一個就是頓列斯克 至於另外攻投的兩個地方 紮波羅烏和克爾松 就是在比較西面 現在烏克蘭的軍隊進攻的方向 就在烏東地區的北部 從北面 向南推進 所以 那頭說完 那頭說利曼是重要的樓樓 那頭就已經 把利曼拿下來了 還要把俄羅斯的軍隊 而俄羅斯的軍隊大概有五千人 而俄羅斯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戰鬥力 是如何 除了 他們懂得 狂轟濫炸 根本 不能命中目標 為甚麼不能命中目標 之前都可以在 烏克蘭造成那麼大傷害呢 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對著平民 狂轟濫炸 所以其實他要防守 他要命中 烏克蘭的軍隊的目標 其實他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他有襲擊 烏克蘭城市的能力 襲擊平民 殺平民 從來都是這些 獨裁流氓國家 最厲害的強項 你說要對付專業的軍隊 你可能欺負烏克蘭 未有北約武器之前 可能 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 當整個西方世界 尤其是北約把最先進的武器 交給烏克蘭的國防軍 根本俄羅斯 就沒有辦法在戰線上 消滅 烏克蘭的武裝力量 所以 俄羅斯根本就是節節敗退 我們要細心分析 站在烏克蘭的國度 你說烏克蘭 會不會很擔心核子戰爭呢 坦白說 從一個已經在打仗的人來講 你當他是一個人 他不會覺得 核子威脅 有甚麼大不了 一個地方 死了那麼多平民 每天在開槍 正在對戰 在烏克蘭 軍隊的眼中 以及防衛力量的眼中 他不會去懼怕 你那個核子威脅 他只會覺得 你要玩大他 我就跟你繼續玩 這個我也很肯定 是烏克蘭的想法 反而現在最覺得害怕的 就是身邊 很多 就是15、16的國家 因為如果普京 真的要動用核子武器的話 這些周邊的國家 首先第一 他們一定會受到影響 因為 就是無論你是不是炸的國家也好 核子會擴散 而且 要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你必須要 對於俄羅斯 做這件事 必須要有所回應 情況 就如同北約國家 被人攻擊一樣 如果你北約 其中一個國家 受到攻擊 而你不做出有力的還擊 那你 就是直接 把最大的膽量 輸送給 俄羅斯 同樣道理 就算 他用核彈攻擊的並不是 北約的國家 但是 如果俄羅斯 真的開啟這個潘朵拉的魔盒 在這個 21世紀 用這個核子武器 繼二次大戰之後 人類 歷史上 第一次 再次使用這個核子武器 當成戰爭的工具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其他國家 繼續 保持沉默 不作出 有力的反應 這個 正如之前所說 徹底把最大的膽量 交給俄羅斯 交給普京 原來用了核彈 這個 人類歷史上 的潘朵拉魔盒 打開了 原來沒有人出聲 沒有任何後果 所以你想想 你就知道 他們一定是迫於無奈 一定需要做些事 如果不做 實在太恐怖了 就是擺明居馬 放生一個 獨裁政權 在全世界的人面前 為了侵略 別人的國家 動用核彈 這個先例 壞到一個甚麼程度呢 如同 就是希特拉用核彈 基本上是徹底一模一樣 大家看看希特拉當日說的話 納粹德國說的話 跟俄羅斯有甚麼分別 他說是你們擴張 現在是你們來侵略我們 我們只是自衛 我們 日耳萬民族 要捍衛的是我們自己的生存空間 希特拉說的話 跟今天普京說的話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的確 是面對着 人類歷史上 有史以來 最大的危機 而這個危機 很明顯就是我們面前 所以 世界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危機就是很大 但是 原來一般 世界上的民眾 都還在關心 電費和水費單 這個就是現實 很多人會問 為甚麼二次大戰不早點制止納水德國呀 不早點制止意大利呀 為甚麼要修正政策呀 你現在知道為甚麼 現在那個核子威脅 其實比起 當年還要更加大 但是 你會看到 很多人在關心的 還有一些無聊的問題 當然不是全部人 當然有很多人知道現在是很危險 但是 整體來說 社會氣氛 好像也是沒有這件事 我們很詳細去評估 根據現在普京的口問 我們重新評估一次 核子 戰爭的風險 是第一個level 即是戰術核彈 我們相信 普京 會 使用核彈的機會 用來保護這四個 剛剛吞併 烏克蘭的州份 的機會 是一半一半 換句話說 四個州 有機會 被人打下來 他也未必會動用 這個 機會是有50 這個是我們的評估 這個是本台的評估 即是John Connor 以及Tony 的評估 我們認為 最大的底線 就會是 在接近克利米亞 假如如果烏克蘭 的國防軍繼續勢如破竹 將 四個州打下來 我們相信 普京會再考慮使用核彈 真正會使用的機會 將會 跟克利米亞有關 這個是今天 10月2日的評估 會不會有所更新 當然會啦 我們不知道 普京 還會不會有其他想法 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其他事件會發生 所以這個是 今天的評估 我們會繼續 密切監視著 因為我們現在 整個世界 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發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有Discount 特地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